台语汉字 台语汉字并没有不见 它只是好久不见 在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 由于禁止使用方言 台语汉字慢慢就被大家给遗忘了 但是入港的汉学却保留得非常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将由我陈博士来为大家介绍 什么叫做台语汉字 台语汉字的规则是什么 让我来告诉你 重现上古汉语发音的方法 我是陈世民 学界都认为上古汉语异诗人 但是是真的吗? 因此他采用汉藏同源的假说 创造出上古汉语的拟音 我们在网路上可以看到很多 上古汉语的拟音系统 那网路上上古汉语的拟音是对的吗? 各位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很相信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都不相信 因为那个拟音跟我们汉人的发音完全不一样 所以汉藏语系汉藏同源吗?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汉藏语系汉藏同源 那说文解字就可以丢进垃圾桶 因为说文解字上面就有告诉我们 这个字它的部首是什么 它的发音是什么 那汉藏语系汉藏同源的假说如果是对的 那说文解字就可以丢掉了 看完词片你就知道假消息真多 外面的假消息非常的多 我们现在要正式进入主题 今天的主题 上古汉语就是汉藏以前之语言 叫做上古汉语 那这个上古汉语有文读音与白读音之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家听说用白话 学校读写采文言 这个在武汉大学林代秋博士的十海构成里面有特别提到 汉人一直是这样的 他们在家里听跟说用白话用自己的母语 可是在学校读写是采用文言语 那我的同义父词里面的白话跟文言用字的组合就是同义父词 就这么简单 《论语数额》篇里面有一段话 我用台湾门南语就是雅言读一遍给大家听 这就是二千多年前的语言 读书用雅言诗下用白话 所以孔子私底下跟学生他讲的话就是白话 但是读书一定会用雅言 这段话是用台语写的 这样你知道吗 不同国家民族都用雅言沟通 在古代中原地区都是这样 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才有办法沟通 不然的话他用齐国的语言去跟其他地方沟通 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那东汉许圣的说文解字 它是中华的第一部字典 古代的第一部字典 那共收入了9353个字 可是现在汉字大概有8万多个字 好那8万多个字跟9300多个字 你们都会觉得语言变了 那当然语言是变了啊 因为字增加很多啊 可是我一直在讲语言没变 是在讲这基础的这9000多个字 最原始的那些字到现在没有变啊 我们来看一下余乐的余 在说文解字里面它是在女部 因为部首是女部 他说余乐也 宠女无声 这个宠女无声 这个宠女就是女部 无声就是说他的发音是吴 念作我 那这个吴唐韵是五胡切音 我这个叫中古音 这叫中古音 可是上古音呢 上古音这个吴说文解字 因为刚才那个余乐的余 它的音是吴这个字 那这个吴是我自称也 从口吴声 从口吴声 那这个吴声12345的吴 是念作孟 所以刚才那个是第五调 中古音第五调 上古音是第二调 所以发音有没有变 有 上古音跟中古音 发音有一点点小差异 声调不一样 声音虽然有变 但是台语两个音 都保留了 所以 你说语言变了吗 我台语两个音都有了 你说变 是变了 问题是 我也这么说 所以 这叫做不变 另外你看 元朝周德青 中原音韵这本车里面 他变得下到 欢愚之云 广韵 英语 那四海之人皆读为五 五 五六的五 那你看 五六的五 是不是跟说文节制的音一模一样 那说文节制到元朝 已经经过八百年 这八百年音有没有改变 他说四海之人皆读为五 因为是通语怎么会改变 通语就是四方流通的语言 古代的人传了千年 然后再传八百年到元朝 都还读五 五 所以根本就没有改变 好 那这个语 在东汉取胜的说文节制 跟元朝周德青的中原音韵 民间的发音皆为五 东汉至元朝约八百年 民间的发音都没有变 所以你说语言变 变在哪里 老师都说百年就变 这个经过八百年都没变 老师说经过百年就变 你的老师是哪一位 你说 那个老师一定乱讲 我们语言变是 语言的词汇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但是那个字的发音 有跟着变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跟你讲 我们跟大陆根本 闽南语系是无法沟通 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那大陆现在为什么会变 是因为他经过 之前有一段文革时期以后 有一些发音大家都变 那我们台湾有变吗 我们台湾就是一直保留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那一场 所以就没有改变 元朝周德卿的中原音韵 记载的现象并不止此字 还列举了诗跟兴等字 这些字其实都是台湾闽南语的法语 都没有变啊 哪里有变 那台湾闽南语不就是汉语的活化石吗 是啊 它是汉语的活化石 那放羊的孩子说 语言怎么可能不变呢 这个语言对其他汉语来说 语言的确是变的 对我们来讲有变吗 没有变啊 我们都还一直保留古代中原的亚颜啊 放羊的孩子永远在放羊 但是我们不是放羊的孩子 那如何知道古代讲的语言就是今天的闽南语呢 等一下我就演绎给各位看 但是这里讲的闽南语指的是文读音 因为古代的官话是指闽南语的文读音 而不是白读音 那为什么闽南语有白话音跟文读音 是因为我们本来是讲白话音 但是有人创造了文字 所以就制定了一套文读音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语言 白话音跟文读音都一直保存下来 这就是我们闽南语的复杂的地方在这里 《寻子劝学篇》里面 有一段话 我用亚颜再读一次 《寻子劝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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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中文系 他就告诉你 这叫以音通讲 你去正大中文系 台大中文系 师大中文系都知道 同音不同字的现象 这称为以音通讲 那我们能不能用 对的字跟错的字 比对它是哪一种方言的发音 就可以知道它古代的发音是什么 当然可以 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精髓 叫以音通讲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诗经卫封》里面 有匪君子 有匪君主 君主的君主 有什么有匪 匪类就是不好的 可是大学里面这个匪 他写作匪然成章的匪 其实因为他里面都有一个 非常奇怪的匪 所以他都念作匪 有匪君主 这个就是有边独边的规则 我们就可以知道匪跟匪 这两个字同音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汉草的例子 康熙字典里面 他有写到 又临访曰来邝 好 好 司马向如的子虚妇 他说 却下不万千里 来邝 来邝 这个邝读作邝 因为邝 你去看下面这个唐韵 徐访切 辐访切 辐访切 就是邝 所以来邝齐国 他就是来访齐国的意思 所以康熙字典 你看到第一行 康熙字典又临访曰来邝 他临时访问 曰来邝 这个邝是写错 要写成访问的访才对 因为他是来访齐国 但是没有事先通知 所以他叫做临时访问 叫临访曰来邝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发音搞清楚以后 我们就知道古人写错字 而且那个字跟现在的闽南语是同音 当然为了面子 还是有人硬拗 古人怎么会写错呢 古人如果不会写错 那你会不会写错字 你也会写错字啊 我们现在华士不是写错很多次吗 很多都是写成同音的字啊 那前面的例子 古代的书都说写错了 难道是我捏造的吗 所以我们只要找出古代写错字的地方 比对错字与本字 比今天哪个方言同音 不就知道古代的发音为何吗 不是这样吗 我刚才讲的一定是无庸置疑 无庸置疑在说文解字里面 他说 用用也 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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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用跟用就是因为音非常接近 才会写错字 才会写错字 但是这两个字的发音 不就是台湾闽南语吗 他的音非常的接近 所以古人才会写错字啊 还有没有其他例子呢 我再举一百个都没有问题 另外有人说台语加入外来语 已经跟闽南语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台语就算加入一万种外来语 还是台语 那闽南语来到台湾 我们叫做台语没有错 但是 台湾闽南语 你就再加入一万种外来语 还是闽南语 跟闽南语完全一样 因为外来语本来就是 汉语的一环 那日语到处都是外来语 就不能叫日语吗 我跟你讲日语加入一万种外来语 还是叫日语啊 日语加入外来语还是叫日语 不要自己不懂 总说别人不懂 放羊的孩子要下地狱的 一直说谎的人是要下地狱的 剪舌头的 麻吃麻不鞋 食吃不连麻 有一分的筋骨 就说一分的会 多谢收看 谢谢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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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